第五天 而学生占据国会的议场 已经进入了95个小时了 在马总统还是不愿意出面 直接跟学生对话的一个结果之后 我们也听到了学生的代表 在昨天晚间6点多的时候 又再新的重新提出他们的诉求 那么除了要继续扩大抗争 同时还是要继续占领立法院的议场之外 也要号召全国的民众 希望能够到各地的国民党党中央来进行包围 现在问题来了 在执政当局显然没有任何丝毫退缩的情况 而且认为学生是用一种违法的行为 在进行他们的抗争 而学生这一面也绝对丝毫不肯退缩 甚至在诉求方面我们听到了 他们连总统马英九的所谓执法 这个所谓统治的正当性 都已经提出质疑的时候 到底台湾史上第一遭 这个国会遭到了占领 这么天大的事情要如何来善聊呢 今天我们要继续跟各位观众密切来观察 这个重大的事件 我们来介绍今天的几位来宾 在我右手边的是实践大学的副教授 赖瑞权 赖教授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文化大学副教授郭正亮 郭教授 大家好 世信大学教授游子祥 游教授 大家好 还有中原大学财经法律系的副教授 徐伟群 徐教授 大家好 好 右边四位都是教授 教授到底面对学生运动 他们的看法有没有不同呢 介绍左手边的几位 国民党立法委员蔡正元 蔡委员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还有民进党发言人林俊宣 俊宣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还有资深的政治记者 也是这几天都前往学生占领的 立法院议场的康仁俊 仁俊 神七号 好 另外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学生代表 反服貌 学生代表林玉璇 玉璇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各位观众 我们知道这个318反服貌的学运 我说了进入了第五天了 那么接下来到底这个 所谓的天大的事情 应该如何解几个关键人物 这个应该大家来讲 他们是如何发挥 他们的智慧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了当然就学生本身 然后另外就是 他们一直针对的对象 也就是马英九总统 还有当然就是 被占领国会议场的大家长 王金平 王院长 另外就是我们知道 因为金普聪先生 他要接国安会的秘书长 他也回到了台湾了 这几个人他们的下一步 到底他们会怎么样做 就是攸关未来 所谓318学运的一个发展了 我们现场因为有一个学生代表 林玉璇 玉璇你好 主持人好 好 玉璇 你是不是每天都待在那个会场 对 其实是从星期六 就是第三月 就是18号之后就进去了 好 在体力上一个非常大的耗费 我看你其实平常讲 应该是都睡得不好吗 对 因为现场其实 就是不是给人家睡觉的地方 所以睡的时候大家很不舒服 然后又很挤 然后没有空调 因为就是不愿意让开空调 好 玉璇我想先请教你几个问题 第一个 因为这个学生在昨天的时候 因为马总统没有直接跟你们对话 你们显然是很失望 对不对 你们真的想过他有可能跟你们对话吗 你个人觉得呢 我个人觉得就是玉璇九应该是在等待 有其他人给他其他的指示 所以他现在只在用拖延的方式 然后等待他有更好的建议 然后让他来执行 好 因为这个活动已经进入第五天了 我说你们霸占这个议场 已经进入第95个小时了 对于学生来说 这是一个体力 精神上面 一个很大的消耗战 所以我想请问你们 就是说你们整个学生的决策过程 到底是谁来制定说 我在面对这个群众 面对媒体的时候 我怎么样提出我的诉求 我们听到林飞凡 他在昨天的时候他表示 除了扩大抗争之外 继续占领国会的议场 同时还加码希望民众去号召 去包围这个各地的国民党党中央 这些决策是怎么形成的 我想先厘清一点 就是我们并不是说要去包围党部 好像是要去威胁他们要做些什么 其实像我们是要去党部那边静坐 因为长期以来就是国民党的公职人员 都必须要服从党义 所以就算他们可能心里 真的是很认同我们 认同就是服貌 不管他是程序上有问题 还是实质上就是很大的一个威胁 然后或者是他们也是很 不赞同马英九这样子不义的一个政权 那我们就会希望说 我们就在这边静坐 然后告诉说他们说 你看有我们这么多民意 然后在这边挺你们 然后希望你国民党的 就是民大和公职人员们 就是可以站出来 让我们一起反服貌 任俊因为你这几天都在现场 你觉得场外的 那些学生其实也很辛苦 他们坐在外面 可是他们其实不太知道 议场里面的所谓的核心学生干部 他们做怎么样进行讨论 怎么样打这个所谓的学运 对不对 所以你觉得场地跟场外 是不是也会有点落差 当然因为其实警方现在拉起了 很大的一个封锁线 像我们要进出议场 其实就没有那么容易 我们也必须绕一大圈 因为他会另外在议场的后方 那边设一个小门 你要进出只能从那个地方进去 所以那个部分 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讲 他隔绝了里面的学生 跟外面的学生 他的通讯方面 上面的联系 虽然因为我们现在看到 就是说整个在议场里面 像我们进入到议场 甚至进入到立法院周边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他的通讯状况非常非常的糟 包含到网路的连结 包含到电话 因为他机体还没有办法 同时附和这么多人的状况之下 就比如说我刚刚问他 就是说昨天中午知不知道 在那个外面的广场 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包含苏贞昌失言的那一段事 他完全不清楚 所以变成是说内外的事 所以里面不知道外面的状况 对 他完全不知道外面 可能也不知道里面的状况 是 那所以现在的状况 就变成是说 比如说里面做的决策 其实像昨天的第一时间的时候 我们也在 就是马英九 他的那个所谓的 根据宪法44条 所开的这个院记协调会 结果是留会的时候 我们也问外面的同学 就是说那你们现在该怎么办 其实很多人是不清楚的 也就是说他知道 我是为了要声援里面的学生 而来这边静坐 可是接下来的下一步 或怎么样 其实并不清楚 所以我们也会看到 里面学生决策的过程 当然他经过很多很多的讨论 这里面我们会看到 就是说 比如说你先喊出了一个 最后的通牒的一个时间 是在中午的12点 可是当马英九 他没有这样做回应的时候 事实上学生 你会看到他是隔到了晚上的 6点10分左右 才又再开了一个记者会 告诉大家要怎么样 再来讲说 他们有的下一步 又要再做什么 因为现在喊出了所谓的包围 这个国民党的 您刚刚提到的说 地方党部的那个状况 他很多人讲说 做修二十九没有人上班 那你在那边包围 其实事实上 他只有一个形式上面的 一个抗争的象征 他没有实质上达到他的效果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 大人学生运动 我们应该要支持 而且必须肯定就是说 因为如果我们仔细看 学生的诉求 他不是反服貌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诉求是这样子 他是反对黑箱服貌 对啊 我刚才就用这个问题 系掉了这个预线 现在的资讯也有一点落差 是其实我觉得 就媒体的角度来看 我们也会不理解 学生到底现在反的是什么 也就是说 如果就所谓服貌政策来讲 做服貌协议来讲 包含连民进党 连在业党 他们已经提出 他们的修正对策了 所以表示说 这个部分是可以谈的 那现在只是怎么谈而已 我怎么省 但是学生的说法 现在是完全要退回去 那就是退回到 最根本的原点 是连协议都不要有 所以事实上整个的问题的处理 可能它会更复杂 可是刚才我没有问你一下 确实他们现在的 整个的口径是一致的 就是连服貌他们都不要了 就是对不对 就要退回中国去 要重启协议 先摆着 我们先通过 先摆着 监察条例 然后我们再来 在监察条例的规则之下 我们再来讲服貌 到底该怎么拟定 我们知道过去 可能都是我们 引用外电的来源 现在这些外电 全部都在报导 台湾的国会 被学生所占领 所以它已经引起了一个 相当高的关注 我觉得学生 是国家未来的希望 其实我相信 大部分人对学生 都是非常珍惜的 因为我们都有下一代 我们都看到年轻人 他们有理想性的时候 而且愿意为了理想性 去做一个勇敢的行为 我觉得在那个初中的时候 是受到肯定的 可是因为这已经第五天了 到底这件事情 我们要付出多少代价 我觉得同学们 也要好好来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我把这个问题 再回给我们的赖教授 我刚才因为问了 这个所谓的决策的过程 就是如果说他们的诉求 有在改变当中 甚至还不断地加碼 那社会大众 能不能够因为同情 认可他们的勇气 而不断地给予支持 他们的力量会不会扩散 或者是说 如果场内外跟场内外的 内的这个同学 这个资讯是互不相同的 场外有这么多的同学 也是冒着这个饥寒交迫 然后来声援他们 但是并不知道 整个他们的诉求是什么 这个学生运动 要何去何从 我觉得现在是 turning point很重要 我觉得也许各位 也可以给同学一些意见 也让他们有更多的 这个视野跟讨论的空间 对 因为我曾经担任 很长的时间的学务长 所以跟学生的这个关系 比较密切 不过我想先要请教 就是说 刚刚预选有讲到 就是说他们的这个 是不同的组织 不同的团体组成的 因此你们对于很多的活动 都有经过讨论 那你们经过讨论以后 你们不是要做决定吗 那你们在做决定的时候 是用多数决的方式 还是用什么方式 也就是说 如果有不同的意见的话 你们有不同的意见 就搁置在那个地方 有共识的才提出来 还是说 我们如果有不同的意见 我们最后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 那要不要表决 还是说都不表决 因为我主要是待在一场内 那一场内的时候 我们都是工作人员一起开会 工作人员开会就是汇报 就是工作上有什么样的困难 还有什么样 就是需要改变调整的地方 那其实这些地方 就是大家提出来以后 我们就进行改正 所以很少会有 就是意见上不明确 因为我们都是因为 同意这三点诉求 才会聚集在一起的 那诉求不改变 我们意见还是一致的 所以你们这个小组 做了一个决议以后 你们就代表 你们到场的所有的学生吗 还是说你们 只能代表 你们这个小组的成员 还是你们可以代表 这个几千个学生的意见 对 因为工作程序上的 工作的 就是行政那些东西 是这样子处理 那至于说像决策 这些是重要的事情的话 其实非凡和维廷 就我观察 他们都会到议场外 然后去和就是议场外的一些 同学 比如说负责去进行一些 管理和掌握的人 然后进行讨论 然后非常很耗时间 他们可能一讨论就三个小时 然后可能又很多的团体要讨论 所以你们做出来的这个建议 有到议场外 面对所有的学生说 我们要来直接表决 我们所做的这个决议 是你们可否同意 还是不同意 应该是没有做这个动作 有没有经过这个程序 就是说我这个学生 这个小组 我们决定的提出这个几项建议 那我有要求说 我们全体的 在场的所有的同学 我们都要来表决 这个同意他 还是不同意 有没有经过这个程序 我们并没有做这件事 所以等于是 所以你们等于是 没有经过所有的同学的同意 赖老师 应该是没有这个程序 那这个人据你要补充什么 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赖老师讲的 那是非常理想的状态 因为这个到各地 那个在立法院那边 您实际到那边去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 他是很多不同的单位来 其实我们到现场去看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点是 让人家觉得感动 就是说他很多学生 因为他是包车上来 所以他聚集在那一块 他或许不了解 可是我们看到很多人 他是用那个 我们讲那个扩音器 他们一个一个就在那边 就是告诉大家说 我们今天为什么坐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希望怎么样 所以我相信在外场的学生 他们是可以理解 里面所做的这个决策 所以里面